我什么鬼都要 我说错话了 刀士正在施法 为一个妇人的死鬼丈夫召唤 刀士看起来颇有道行 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甚至还能飘起来 其实招呼哪有这么麻烦 道士是个骗子 什么呼风唤雨离地而起 都是忽悠人的 不知情的妇人被忽悠了十两白银 本篇的恶鬼杜洛 生前暗恋凌家小姐 可凌小姐看不上她 嫁给了别人 杜洛心眼小 性格偏执 心灰意冷之下自杀了 死前扬言 她还会回来的 这天晚上 三个弹幕贼盯上了杜洛的陪葬品 其中一个弹幕贼知道杜洛死前一身红衣 她担心杜洛真会变成了一回心生退却 可另外两人都给坟挖开了 怎么可能说走就走 与此同时 一伙官兵正在追男主角周鹏 官兵是贪官诸葛森的手下 周鹏掌握了诸葛森的证据 周鹏逃进坟地躲了起来 官兵没管那三个盗幕贼做什么生意 手起刀落连斩两人 另外一个小机灵鬼 赶紧躺下装死 这才捡回一条狗命 周鹏身手不错 他见来的官兵不多 当即跳出来和他们展开厮杀 那些讨厌的尾巴给灭得一干二净 可是其中一人的血滴在了杜洛的尸骨上面 所有人都离开后 那个性情的盗幕贼 还想把杜洛的陪葬品带走 谁知沾了血气的杜洛 竟然一把给他拽进坟肿 杜洛化成恶鬼害人性命的事情 在镇子上流传起来 他第一个要找的 当然是林家大小姐 大小姐只是一介柔弱女子 面对恶鬼杜洛 完全没有反抗之力 大小姐的父亲见女儿中邪 赶紧让人去找道士驱邪 就是当地最出名的一个 假道士经营道观多年 设计了很多巧妙机关 也会揣摩人心 徒弟小包和被官兵追杀的周鹏是表兄弟 周鹏跑来向小包寻求帮助 小包师傅这两天外出游玩 和很多电影中的师徒一样 师傅永远是最有钱的 也是最抠的 骗子也不例外 他没给小包留一分钱 刚好大小姐中邪 府中丫鬟找上门 小包对那些疑神疑鬼的顾客早就习惯了 为了不饿肚子 小包和周鹏两人穿上道跑赶来驱鞋 小包哪里见过真鬼 更别替老表周鹏了 只见小包抄起套木剑 披向大小姐的脑袋 谁知对方脑袋都没了 还能继续说话 这可给他们吓得哪里还敢装大师 与此同时 一位高僧路过这里 他依然看出房里鬼气冲天 不同于小包 大师不畏财不畏名 他和一众弟子念经为大小姐驱鞋 谁知他们的举动 惹怒了恶鬼杜洛 杜洛直接用了大小姐的命 并且把一众僧人统统带走 大小姐死后同样化成了一鬼 可他斗不过杜洛 而且杜洛还要去开封 找大小姐的孪生妹妹 大小姐为了阻止杜洛找上小包表兄弟 威逼利诱之下 两人哪敢不曾 为了能白天赶路 大小姐画了一道俯路 可以藏身雨伞 由于都是去开封 大小姐担心他们提前和杜洛相遇 要知道他们两人一鬼夹起来 也打不过杜洛 于是大小姐让小包去毒房 找一个脚踏七星之人 这种人身怀大气运 若同行 必能逢星化吉 这人很好找 因为他在毒房里把鞋袜都给输了 他叫吴顺超 是一个戏子 嗜毒如命 想让他和小包两人一鬼通行不难 只要能让他赢钱 什么事都可以答应 大小姐当即画下一道必胜符 悬长俯路都是用朱砂画的 鬼画符不同 是用鬼血画的 所以是绿色的 一般毒房门口都会供奉土地爷 吴顺超身上贴着鬼画符 自然瞒不过土地 为了让土地爷没功夫管自己 大小姐让小包和周鹏两人 不停地给土地烧纸钱 因此进毒房的 只有吴顺超一人 大小姐已经提前施法 给紫园宝变成了真的 有了必胜符 吴顺超可谓是大杀四方 他从来都没赢得这么痛快过 赌徒的心里是赢了还想继续赢 吴顺超也不例外 赢了很多的吴顺超 引起了毒房老板罗斯海的注意 罗斯海掌管毒房多年 他当然看出吴顺超有点先门 于是摆出皮丘神像 只见神像一出 吴顺超被弹出老远 那张必胜符掉在地上 接下来的剧情毫无悬念 吴顺超又输了个金光 那些紫园宝变成的黄金 也恢复了原影 罗斯海一怒之下 让人去找吴顺超的麻烦 三人一鬼族队前往开封 诸葛三到底还是出手了 他的目标是周鹏 诸葛三人多是重 周鹏被擒 小包身为表哥 自然要去把他救回来 于是请求大小姐出手 然后就有了接下来 这非常辣眼睛的一幕 罗斯海的目标是 大小姐藏身的直伞 为了得到直伞 她出动所有手下 对小包等人进行围追堵截 最终还真被他给抢到了 罗斯海威胁大小姐 不画符就给他烧了 大小姐答应为罗斯海 画下一道随心所欲符 这符只能用一次 所以想要什么 一定得想好了 谁知罗斯海和一众小弟 听到符的功效以后 彻底疯狂了 最理智的那位喊了一声 他要做皇帝 罗斯海被吵闹声 饶得烦不胜烦 情急之下 他喊了一声 我什么鬼都要 从那以后 罗斯海就疯了 小包三人一鬼 来到开封的时候 杜洛已经嫌他们一步 蛊惑了大小姐的妹妹 一人一鬼约好 明天晚上在称皇庙成亲 找到妹妹的大小姐 破了杜洛的鬼术 并且将计就计 在称皇庙室下圈套 静等杜洛上门 他们提前准备了 开过光的八卦镜 和四大金刚法像 谁知诸葛森同样杀上门来 诸葛森是为了周鹏手中的证据 双方打斗的时候 八卦镜和四大金刚法像 都给打坏了 在大小姐的帮助下 诸葛森被绳之以防 恶鬼杜洛赶来以后 脚踏七星的吴顺超 终于有了用处 最终在吴顺超和半块 八卦镜的帮助下 成功给恶鬼杜洛 斩于刀下 这部电影 前段中段都很好看 就是结局有点胡头蛇尾了 片名 鬼话符